各位勇 大家好 我是文江勇 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学习四柱八字 四柱八字 什么叫四柱 什么叫八字 今天我们就开始从零开始 每个人都可以学 然后你学个十来天 听了讲个十多节课以后 我们就正式入门了 我们就开始讲哪一些十例的八字来开始讲了 那现在我们学的是基础 那我们就首先知道什么叫四柱 年 月 日 时 也包括了我们的出生的年 月 日 那么它叫年柱 它叫月柱 它叫日柱 它叫时柱 那么我们所有的八字就是七个字都是围绕着这个字来 PK 它的五行PK 阴阳的PK 日元就是代表了我们自己 明白没有 所有的日元就是这个字 它要代表我们自己 八字呢 什么叫八字啊 其实它很简单 很简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就是八个字 所以它叫做四柱 八字 那比如我们看一下 食商它又是从哪里来呢 财是从哪里来呢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八字第一眼 这个天该有食商生财它代表什么 它就是代表做生意的嘛 那我们还是一点一点来 你别急 慢慢学 很简单 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深奥 有个老师教你 你很快就会学会 好 大家看一下 你只要把八个字搞弄出来了 你的八字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那么至于这个八个字你从哪里去弄出来呢 好 八字盘盘 八字盘盘它是一个软件 然后你输入年 月 日 时 输入你的性别 阳历或者是农历 你输入进去以后 这个八个字就出来了 然后它就有了年柱 月柱 日柱 时柱 然后八字就出来了 那你已经成功一半了吗 你用不着去背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 是大数据的时代 我们都要节约时间 学课十天八天就可以批八字了 自己批自己的 拿自己的八字来拼 然后你作为娱乐也好 作为一门学术你懂它也好 当然学一点东西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把它拿来是作为我们的事业 就是说我们只是拿来做娱乐是可以的 当然你学八字啊 你一定要向不同的老师去学习 我教你的东西都是一些皮毛的 你本身我就只是学会皮毛的 所以你们要不停的向好的老师去学习 每个老师在他那里要学到一点 然后你组合来就是你的东西了 好吧 第二点就是说大家看这个钱照是什么意思 钱为天 钱就是男人的意思 那么证明我们看到这个钱的时候呢 钱照就是代表了这个八字是一个男人的八字 如果你是刚学的或者初学的 你只要看到这个钱照 你就知道这个八字是个男命 那么比如一个女同志的这个八字怎么办呢 他一般都写着昆照 你看到这个昆照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女同志的八字 钱为天 钱代表了男人 而昆为地 昆他代表了女同志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运 大运指的是一个人起运的时候 比如有的人是零岁起运 一岁起运 两岁起运 三岁起运 一直到十岁起运的人都有 九岁起运的人也有 那么比如五岁起运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每一个运它是十年 那么五岁到十五岁就看这个 这个是他的运 叫做新未运 我们就看五岁到十五岁 他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就只看了这个 很简单吧 因为这个排大运你都不用学了 像我们以前学这个东西 都还要废脑筋 把这个八个字弄出来了以后 还废了不少的脑筋 现在你直接干 然后学会了 听了十几解课以后 自己就把自己的八字拿出来研究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走正题了 学习八字之前 首先我们要学会一点什么 这个五行你要知道 你不学基础 你不知道怎么批八字 现在我已经教你会一半的八字 节约了一半的时间了 那么这些基础你都要学 你不学基础 你根本就不懂 好吧 这个学习八字的一个基础 这个是每个人必须要学的 除非你不喜欢八字 你喜欢八字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基础 包括我们的阳宅风水也好 阴宅风水也好 包括弦空啊 六窑啊 骑门对甲 所有的东西 他都离不开这个东西 异学最基础的东西 如果他离开了这个阴阳 离开了这个五行 那他所学的这些东西 都不是异学里面的东西 五行 包括什么 包括金木水和土 大家要记住 五行包括金 木水和土 这个你要必须要记下来的 也很好记 金木水和土 很好记 那么五行相生呢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我们不能靠背 所有的异学都不要去背 如果你用脑子背的话 你会很累 很累 而且背这个东西 特别辛苦 那我就教你我自己的方法 每个老师有自己的方法 那么我就把我这么简单的方法告诉大家 木生火 为什么木要生火 我们以前没有电的时候 我们不是农村里面不是烧柴吗 烧柴都是用木材来烧的 那么用木来起火 所以木生火 火生土呢 你看我们这个火烧完以后 它是不是变成了灰 灰它就是土 所以火就生土了 你这么记你才好记 不要死半一套的去背 背很累 那么土生金 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所有的食物 都五行都属金 就是包括我们吃的所有的东西 五行都属金 土里面它能长出很多 让我们吃的东西 第二点也可以这么解释 也就是说 比如我们的矿材里面 矿里面它也含有金子银子 还有这个铜铁铝等等 所以土它能生金 金生水呢 你看我们这个金子融化以后 金生水 融化以后 它是不是融成了水 所以金它就生水了 水生物呢 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些木材 它都要吸收这个水分 然后它才不停地去成长 所以这个水 它是来生这个木的 这个讲解是我 代表我个人的讲解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去记忆 并不代表所有人 也不代表各门各派 好吧 这么讲一个比较好理解吧 那么我们来讲五行的相克 木克土 也要简单的方法 也要简单的这个方法 方法来 来记忆 你看我们木 木材是不是在土里面生出来的 我们说土生金 土生金是生出来 我们能吃的东西 叫做土生金 但是木材 它这个木 它可以把这个土里面的水分给吸收了 所以它木 它是刻土的 土刻水呢 你看 我们一般就是 这里长水了 我们就可以用土去把它填住 下雨长大水了 这条沟 有水灾了 或者 有水红了 那么我们可以用土去把它堆住 堆住以后 那么我们这个土 它就是可以刻这个水的 你水再厉害 我土是可以把你刻住的 水刻火呢 你看这个火 不管它生得多旺 但是我们只要把水 一盆水下去 它就 它不是灭了吗 对吧 所以水来刻火 火来刻金呢 火为什么刻金呢 你看所有的金属 金子 所有的金鱼铜铁 它在硬 我们的火都可以把它融化 所以火它来刻金 金刻木呢 你看 不管这个木头 木材有多硬 我们的斧头 我们的材刀 都能把它劈开 我们的斧头 我们的材刀 这些都属于 五行都是属金的 都可以把它劈开 所以它可以刻木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 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八字命理的一些基础知识 所以大家好好看一下 这个 你们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 然后去把它背下来 看看我在这边 看看不要挡住你们 你们自己出学的 我讲的这个课是 面对所有出学的 爱好异学的朋友们 那么大家再来复习一下 五行的深刻关系 那么五行它包括了 金 木 水 火 土 五行的香生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五行的香刻呢 木刻土 土刻水 水刻火 火刻金 金刻木 这就是我们学八字的 最基础的课程 我比较笨 我们有更好的方法去教大家 大家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学习方法 只要你背下来 都必须要背下来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